五月份的小菜园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地里面的西红柿、茄子、辣椒、四季豆 都已经挂满了果实、硕果累累 从遗灾到现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心情劳作和等待 今天终于又可以提着菜篮子去菜园里面采收劳动的果实 翠绿的玻璃生菜远远的看去绿油油的一片 每一颗都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一样漂亮 纯油鸡种植的玻璃生菜 无论是清炒还是给它洗干净之后 包着烤肉生吃 口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长长的四季豆藤蔓 正一圈一圈地绕着竹竿 努力地向上攀爬着 藤蔓的叶芽处 从下到上开着白色的四季豆小花 嫩嫩的扁扁的四季豆挂满了竹竿的各个角落 随便一摘就能够朝上满满的一大盘 拿回家两头去提掰断洗净 拍上几颗大蒜多上几颗小米辣 做成一款干扁四季豆 瞬间可以提升你的味蕾增加食欲 今年给四季豆搭架的竹竿有几根太长了 现在采摘顶端部分的四季豆就太肥胳膊了 下次来摘四季豆看样子得带一把镰刀过来助力才行 看这一次就摘了这么多 吃两顿都绰绰有余了 自己种菜的好处就是随时能吃到新鲜又放心的蔬菜 虽然平时种菜的过程辛苦一些 但只要每次提着菜篮子来菜园里面摘菜的那一刻 心情是愉悦的 自己有一个小菜园还是非常不错的 想吃什么就种什么 一年四季完全可以实现蔬菜自由 吃不完了新鲜蔬菜 还可以送一些给没有种菜的亲朋好友 这段时间每天都可以吃上一盘新鲜的四季豆 四季豆采收完之后 马上长豆角又上市了 又可以吃到新鲜的长豆角 地里面的茄子苗现在已经全部开始挂过了 不出一个星期 茄子就会迎来大丰收 今年摘的茄子有点多 摘了三十多根苗 到时候吃不完的茄子 还可以塞成干茄子 干茄子烧腊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最后再摘一些新鲜辣椒回去 今天准备做一碗虎皮辣椒 我一共摘中了两个辣椒品种 一个尖尖的本地辣椒比较辣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没那么辣 辣椒皮比较薄一点的薄皮辣椒 这个品种的辣椒没那么尖 颜色也比较浅一点 做虎皮辣椒最合适 现在五月尾随便取菜园逛一圈 就有满满的一篮子收获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呢 下期再见